回過我們來看這個MQTT 那老師進到-826月這邊 我有寫一個 就是MQTT的部分 其實我們 在看微博電腦一些備模的時候 它基本上 它們的開發板之間的溝通也是用它 那 您看 這個MQTT不管你是用哪一個開發板 都沒有關係都可以用 只是 它必須要在雲端平台才有 那 如果你不是用這種方式的以前我們會用何個串 如果老師有就是 參加過我們第一場演習 就是那個 超音波 其實我們把它回想一下 你去 便利商店 我們進門了之後我真的會變動了 那它進門的跟櫃台 中間不見得一定是在最前面有的櫃台比較後面一點 或者甚至它倉庫有沒有 有沒有 有人進去我要聽懂一下 我比較知道說有人走進去裡面 那 如果你的感測器 它的線比較遠 那我要真的接實體的線不要拉得到長 所以我可以在 門那邊做一個感測器 然後在櫃台這邊無限的可以把它連接起來 這樣兩個裝置是可以 我只要傳去它給你 那 在WebDio它用的方法是用這樣子 如果你 純粹 單純用它內建的功能 它就是透過串連 可是老師知道一件事情 我們電池也有串連跟定點 對嗎 對不對 那串連的好處是 我串在一起之後就可以用 可是缺點是 如果我們像電池用串連的 我中間 如果有出狀況 這一顆如果有問題 是不是整個就完蛋了 病連的話 像我們電網就是用病連的嘛 所以 今天 電廠可以稅修 那一台會只要把它從病連卸下來 其他的 還是可以繼續運作 那我們現在用它內建的這種串連的方式 缺點就是這樣 只要其中有一台設備 離線了 你的程式就不會直起 所以這是它的缺點 因此你串的設備越多 拜託出錯的機會越搞死 因為搞不好有可能是WiFi论件 有可能是電壓不穩 是不是就可能跳電 就沒有電源 或者是層次指定錯誤也有可能 那這樣的狀況就會比較不方便 那麼我們往下看 這個還好 首先NQTT這個如果老師有興趣的話可以看一下 這個是有一個網站上面 有寫到的 一個是網域多媒體 這個 這個作者其實他之前Fresh也很厲害 他很早前 就那個叫照音簡 照音簡 所以他也有 就是做一些MQT的教學 那 在 Webbit 就是我們講的那個 另外一個開發板上其實也有特別相關的 所以我等一下呢 帶大家去使用一下這一塊 然後跟你現有的 Smart開發板 直接做串 好 直接做串 好 先介紹的這個NQTT 我們來看 這裡有兩個 在簡報28頁 簡報28頁 這裡 我這篇文章 就有跟各位提到一件事情 你看在 他的官方的 這個demo影片裡面 你可以發現他抓了磁扣之後 其實手機端這邊 會變 網頁端有沒有跟著改變 有沒有發現網頁端的狀態也會跟著改變 那如果你要做到這樣子 我們現有的方式就不能用了 什麼叫現有的方式不能用 等一下我們來試看看 你就會知道 就是說你如果用那個 剛剛打過的方式串流的 其實你的狀態是不會跟著過去的 所以他就是透過NQTT傳送訊息 我丟給他也丟給他 那我就可以同步去控制 這樣老師大概了解一下 所以 所以 我們可以用這種方式 因為你用協同控制 用這個 我們剛講是串 同時控制嘛 那如果要多個人控制 就是透過協同控制 這個都是他基本上 就是內建的功能 只是 如果你想要讓他 能夠 網頁上或者網頁互動區 能夠一起更新的話 你用這種方式就沒有 就沒有辦法 這個是 我們為什麼要提到就是 用NQTT來做 那我這邊先用一個 我們用那個燈泡 來試看看你就知道了 那老師你可以把 這個 我們剛剛這個層次 你可以再打開 我看一下 OK 來你看看 OK 來你看看 如果我在這邊你看 我們直接執行好了 直接執行 那您可以直接掃一下QR 看你要掃 如果要掃 OK 有沒有老師要幫我掃一下 好反正一直只能一個人嗎 哈哈哈哈 所以最後會是誰 不知道 你就看看你上面的數字 會不會一直改變就知道 那個人就是你 哈哈 有沒有哪位老師的 你的數字是有一直在改變的 有嗎 原來 是老師 他不會動的 你有沒有感覺到 看哪位老師 有看到他有繼續在動的 我讓他溫度 濕度改變一下 因為我五秒鐘才動一次 是嗎 他不太想改變 好 那為什麼特別提到這個 其實我有勾這個協同控制 如果把這勾起來 老師的 數字也不見得會一直改變 為什麼 因為 他只有 點一個 我想我用燈泡的 老師會比較有感覺 好我用燈泡的 我把 這個 換一下 然後先開另外一個新的 請老師開一個新的 好 我用燈泡的 他一樣有這個 有沒有展規範定記錄 對不對 我找這個LT燈把它加進來 好 然後把我的號碼放進來 然後小位 我現在用 那個三色的LT燈好了 我把燈接進去 接燈 我現在這邊 好 我現在加一顆這個LT燈進來 那我就把 那我就把這個 好我確認一下 右邊是長角 我接到02 右邊長角 接到這裡的02 好那我再接一條 左邊是GND 好這是短角 我就 接進去 然後跟後面這裡的GND共用一下 OK 這樣子 好 我就是多接一顆LT燈 好但是老師沒關係 我們只是看一下 那現在呢 那現在呢 這個我把它接到02 好那我把協同控制勾起來 因為我都有勾這個 每個老師掃牌其實都可以控制 都可以控制號牌 那我先執行 來這個時候老師不要呼氣 你真的可以多人欺賞 來來試看看 掃完之後 老師只會看到那個網頁互動區 這原則上你應該要看到燈泡 有沒有 有看到燈泡嗎 沒老師會掃 你可以按看看 掃不到嗎 好放大一點 這樣 喔有人 這個也要放大 好 有人在控制我的燈 好 老師有沒有發現你可以控制我的燈 對 但是重點來了 你有沒有感覺到 好 幫幫老師先 先暫停 讓我 可以 一個燈亮牆 好 你有沒有發現 請問你 手機上的燈是亮的 請舉手 只有一個 可是我明明燈現在是亮的 老師有沒有發現問題在哪裡 也就是你的手機上的狀態是不會中心的 你還是可以按 可是因為它現在是亮的 你們是暗的對不對 你現在按下去剛好變大 變成暗的時候 變成暗的時候這裡亮 然後 我亮的時候 你那邊 就是暗 對 這樣有沒有感覺到 沒有 MQTT沒有同步的時候 你是會有點困惑 雖然我可以控制它 可是你的狀態顯示是不對的 這樣了解一說 好 那我們既然知道這個狀態之後 我們就可以透過MQTT來完成它 讓大家可以一起控制 反正現在也不知道是誰來控制我 還搞不清楚 而且你會發現如果我自己按 它也會亮啊 對不對 沒有 因為我的沒有執行 我的沒有執行 好現在我重新執行 我的按會亮 那你們的 應該有 對只是說你的可是暗的 對吧 所以這樣狀態不同意不行 所以呢我們就把MQTT把它帶進來 把它帶進來 那怎麼樣用 我們先來試看看喔 好這裡我先停一下